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最大新闻 无非就是川普命令美国政府 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 由10%提升到25% 那么这个消息最初是从上星期 也就是5月5号川普的两条推文里面 它突然间爆发的 而在这一天的一天 大家都还沉浸在贸易战就快结束 中美就将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气氛里面 那川普突然间发了这样的推文 并且如期的加征了关税 这种突然性使得很多的海内外的各大主流媒体也好 各大自媒体也好 都在猜测他为什么川普会突然间有这个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 很多自媒体把他认为是中国代表团 他的悔旗 也就是说突然间他反悔了 取消了之前答应的口头上的承诺 要求重新谈判 当然了 中国他不承认这一点 那么现在主流媒体大致上是这样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加征2000亿美元 25%的关税 这个是川普他蓄谋已久的 今天他加征这个关税 完全并不是取决于他某个事情突发 可能某个事情经历了川普 那么让川普提前加征 但是呢 大致上就在这个时间点附近 我精准的预测了 在5月1号以后 这个贸易谈判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结果 在我之前的 大家如果看我的推特的话 可以看到 我在4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一个预测 川普大概在5月1号以后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最后期限 那么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 川普这一次他为什么会突然间 加征25%的关税 那么简单来说 我认为这是川普的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计谋 也就是说 其实川普这个本质上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 他很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 因为很多海内外的媒体 他都觉得川普 他可能本质上 他更倾向于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那么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了解川普这个人 他过去和现在 他说话的一些细节 因为我经常去分析这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川普第一次对中国 加征关税的威胁的时候 是在2018年 也就是去年的三四月份 这个时候 他的关税政策 他一提出来 很多人都在反对 我这里说的很多人 是指美国各界都在反对他 于是呢 经过了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 在这个国会公众咨询期的时候 90%以上的企业都反对 可惜呢 川普还是如期的加征第一批的 500亿美元的25%的关税 在这之后呢 似乎呢 就开启了川普一步一步升级 加征关税的步伐 第二次升级是在9月份 也就是针对2000亿美元 第一批的10%的关税 这个时候呢 他加征关税 也是需要一个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 在这个公众咨询期的时候呢 反对的浪潮呢 更加啊 更加强烈了 大概有95%以上的 美国企业和个人呢 以及社会团体呢 都反对川普对他 对那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但是川普还是顶着这个阻力 在9月24号 18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24号 把2000亿美元的10%的关税 给加上去了 这一看来呢 大家就觉得贸易战的节奏 越来越砍 越来越快 这个节奏是越来越快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出现了急转之下 也就节奏突然间放慢 这个放慢呢 是在2018年的12月1号左右 这个是阿根廷峰会 这个阿根廷峰会呢 川普和习近平呢 达成了一个协议 在90天内进行谈判 如果9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 则把关税提升到25% 而之前呢是在2019年的元旦 也就1月1号起就要提升的 那么川普呢 从12月1号开始呢 算起 之后90天呢 都是算谈判期 实际上呢 把这个关税的加征日期呢 从1月1号呢 延迟到了3月1号 也就3月2号 那么又延迟了两个月 之后呢 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呢 川普也再没有强硬过 而是一直的说 我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进展很顺利 很快会有协议 也许是个好协议 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的原则 每天基本上是同样的话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 直到今年的 也就是前两天前 5月5号 他突然间两条推文说 中国的谈判太慢了 他们想重新谈 于是川普说 要把2000亿美元的10%的关税 提升到25%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但是这个转变 我们要看一下 它并不是突然的 其实早在之前呢 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 川普在4月初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啊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 进行得很好 预计谈判在四周内结束 你看这个四周 如果从4月初看算起 这个四周 大概就是5月1号 那么也就是川普 他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心理预期 觉得一个月之内 一定要解决 不解决 就要加征关税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 这样的判断 而我刚才之前讲那么多 他川普加征关税的 两次的 两批的过程 一个是500亿 一个是2000亿 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但是在12月1号以后呢 突然间节奏变慢 川普好像妥协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好像是一个 完全矛盾的一个情况 川普如果他顶着压力 第一次能加上这么多关税 但是为什么 在后面突然间软弱了呢 按照常理来分析的话 这个人呢 好像有点人格分裂 川普一会儿强硬 一会儿软弱 大家都摸不透 川普这个人的个性 大家都在猜测 川普怎么那么怪异 但实际上 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表现出 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 那么只有一种是真实的 那么另一种一定是在演戏 很显然 我们看川普 一开始在去年初 去年三月 以及去年秋季 加征两次关税的时候 顶着重大的压力 这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到去年 年底的时候 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一直说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很好 突然变得软弱了 那么究竟哪一个 是他真实的想法 总有一个是他真实想法 那么另一个就在演戏 那么很显然 他去年加征关税 急于打贸易战 顶着阻力开征关税 他一定是他真实的想法 而后面的拖延呢 则是 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关系很好 很快就有结议 那么后面的这个 就是他的谈判 或者说是他的一种策略 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川普他顶着国内的压力 也并不容易 很有很多美国企业 如果一下子加征关税 他受不了 所以呢 川普呢 需要给美国企业 从中国撤离生产线 从中国撤离资金啊 留出一个 留一个缓冲的时间 所以呢 川普呢 他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而再 再而再的 突然间呢 变得软弱了 这是大家没看到的 没有想到的 他一个本质 第二点呢 我们知道 川普其实在竞选前 对中共呢 对中国的这一套 欺骗的手法 已经看得非常透 他曾抱怨奥巴马呢 一味的相信中共 一味的跟 相信中国的 这种 这种 扯计谋 一味的被中国耍 那么他为什么 这么看得透 后面他又相信 跟中国的谈判了呢 那显然是不对的 我相信川普没有那么傻 他之前在上台前 就已经能看透 中共的这种欺骗手段 那么上台后 他应该看得更透彻才对 所以 他要跟中国进行谈判 其实 也正是因为 通过这样一个拖延 几个月下来 他并不是自己 真的相信 中国会 手心 会兑现承诺 而是他把这种方式呢 给外人看 向全世界看 你看 我之前跟中国 谈得好好的 你看 我一直相信他 我一直相信会有协议产生 可是你看 突然间 他们变卦了 不想跟我谈了 这样一来呢 中共的这个丑恶面貌 就在全世界面前 给显露出来了 那么这样在全世界面前 显露出来以后 那就大家就很显 哎呀 你看看 原来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啊 他是愿意相信中国的 他在川普面前说 哎呀 总统啊 你看看 现在中国 也是 挺有诚意的 你不要给他 马上加征关税嘛 你先跟人家谈判谈判嘛 是吧 那么很多川普的 周围的亲中派啊 他就在 做川普的思想工作 那么好呀 川普怎么样 他们都不相信 川普虽然 自己大脑是清醒的 但是呢 他周围的人 他是糊涂的 所以他要 给全世界看 中共 他到底会不会兑现承诺 于是呢 通过这两个月的谈判以后呢 中共突然间反悔 这一下好了 大家都知道是中共 他不守信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5月10号的时候 加征25%的关税 远远要比1月1号 或3月1号的时候呢 对川普的支持人数呢 要更多 因为1月1号 和3月1号 加征关税呢 很多美国人还相信 中国 他是会守信用的 他也想谈判 因为总统呢 好像太超自于过急了 不给他们机会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反对 川普这个政策 但现在一来啊 几个月过去了 大家都看透 中共的嘴脸了 那于是呢 好了 这些人啊 都支持川普总统了 哎呀 你看看 总统说的是对呀 这么几个月过来了 他们突然间 不守信用 在谈判桌上 还没有产生协议 就开始不守信用 那又何来证明 他签订协议以后 怎么守信用呢 对吧 所以啊 其实上呢 川普呢 他本身呢 他一直是 想加征关税的 只不过呢 用了这样的一个 拖延 延缓的办法 一方面呢 使得美国企业呢 加速了资金的转移 另外一方面呢 他呢 给身边的那些轻中派 或者全世界 这些轻中派 中共的大外宣啊 被中共收买的 华尔街集团啊 华尔街这些利益集团 让他们看看啊 看看 我跟中国谈得很好 他们却自己要反悔 让中国这个 不守信用的那个 丑陋面目啊 暴露于天下 所以呢 在后面呢 川普可以更加坚定的 去执行他的关税政策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会问问 为什么我是这样认为 是正确的呢 那么 其实上呢 这从性格上说起 也可以 其实我个人觉得 川普这个性格啊 他跟我个人呢 实际上有点像 因为性格像的人很多 虽然他是美国总统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性格像 是存在的 这个性格就是说 性格共通的人 他可能会互相去理解 更加的理解 川普的性格 很显然 他就是不喜欢 让别人猜透 他的干什么 但是他的立场呢 是绝对不会变的 所以川普 他本身就是 看透了中国 这种不公平贸易 他就是想给中国 彻底的来一招 并且呢 他还想真正的 让美国的制造业 再次伟大 他心里肯定不会糊涂 该怎么做 他不要一份 没有用的协议 他知道 中共签了协议也没用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通过谈判当中 边谈边答 这种方式 最终呢 促使美国的企业呢 搬回美国 促使资金呢 搬回 留回美国 促使美国的制造业呢 变得强大 但是他又不想 让外界猜透 他心里在想什么 同时呢 他又希望呢 通过暂时 给中国机会的办法呢 让中国这种 应该是中共啊 让中共这种丑恶的嘴脸呢 暴露于天下 他这种做法呢 果然起到了作用 这一次加征关税呢 基本上 大部分的美国 这个国会两党的议员 都支持川普 至少远远好于 1月1号加关税 和3月1号加关税的时候 他通过这种方法 真的是一种高招啊 不是说川普中计 川普并没有中 中国的计 而是习近平 中共呢 中了川普的计 这一下 他们就被动了 现在加征关税 川普呢 就非常有理由了 因为已经给你过机会了 对吧 已经给你过机会了 你没有遵守 那所以你就被动了 你怎么样让我们再相信你 你以后会怎么样 会改变了 谈判桌上都反悔了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今天 要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现在贸易战呢 已经开始 更进一步升级了 我们可以印证 我刚才说的观点 就是下周一将会公布 3000亿美元 也就是所有中国商品 25%关税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我认为呢 一旦启动呢 会在三个月左右时间里面 开征 一旦3000亿美元的25% 也开征 加上前面2500亿 2500亿 那也就是说 对中国所有的商品 都加之关税了 那么中国我想 一定是撑不住的 这里面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中国实在撑不住了 最后彻底 跪地求饶 那么这样的话 习近平他肯定 也要面对国内的压力了 等于是签了一个卖国协议了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呢 宣布呢 他进入了一种 封闭的管制时代 倒退到朝鲜文革时代 以习近平的这个 智商和想法 他完全是 就这个新的 那么我们之后 他会怎么发展 我们现在只是 有个大概的感觉 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呢 可能会发生动荡 中国经济会受到重创 但具体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